马英九彻底变了吗 最近马英九的几大呼吁是非常抓心的 大家好,我是紫苍英脉 最近马英九在曼谷公开呼吁赖清德政府要认清现实 不要拿整个的台湾省人民的生命当儿戏 不要当美国人的棋子 并且说两岸的事情是我们自家的事情 自家的事情自家人解决 不要妄想依靠外族来解决两岸问题 而且马英九这次明确的声明 两岸就是同属一个中华民族 赖清德政府如果认不清现实的话 你就下台吧 这个我个人认为马英九好像思想上在进行彻底的转变了 原来马英九是什么思想呢 就是不统不武不独 实际上他就是维持两岸各自独立 两个国家 这是马英九原来在台上所宣传的思想 虽然表面上开始泽平来往互动 还请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喝酒 但是呢当时马英九的思想啊 这个什么不统不独 或者三不 实际上是在维持现状 不追求两岸统一的 虽然他口头上没有说是这个台独啊 但是实际行动上的跟台独也没什么区别 但是呢 今天就是目前马英九在思想上好像是要变了 他要强调两岸都是一个国家 一个中华民族要自己家的事自己人解决 不要依靠外族 依靠外族你就是当别人的棋子 别人也不会珍惜你这个台岛上人民的生命 最后很可能成为棋子 这个马英九在曼谷论坛上的讲话 确实是非常抓心的 而且马英九这个思想啊 应该是基本上只转过来了 但是呢 还要看马英九的行动 对这个岛内的台独分子 是不是来去更坚决的斗争 当然了我们大陆也有就是非常强烈的措施 现在就是通过解放军外围反对一些外部势力介入的一种行动 这种大的环境下 我们用法律战公安战 还有其他方面的宣传战呢 使得台岛内的人民啊 尽快的全面崛起 使得台独分子无处藏身 目前呢 这些台独分子啊 在台岛上进行这个不自量力的活动 这个台独分子还在反对 谁说我是中国人呢 他就进行打压报复 这些顽固的台独分子啊 就是自己找死 要不就是拿了美国的好处 要不就是呢 认不清现实 马英九非常的着急 在论坛上一直在呼吁 但是这些台独分子就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啊 非要把绿的利剑架在他脖子上 或者说呢 整个的枪口对着他 或者导弹从天而降 把他斩首他才可能认识到现实 现在美国呢自身难保 就是说你美国来保护这个台岛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牺牲整个美国的全球利益 这种可能性傻子也都能够想明白 因为美国呢 他的整个的战区啊 整个的力量是在宣布全球的 台岛虽然是他第一岛链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但是美国要是为了这么一个台岛的节点 跟强大的中国进行这个决战 美国在战略上严重失误 当然了 我们做好了一切战斗的准备 不管是你从这个软实力 还是硬实力上 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应对强敌 和各种战略的准备 你像现在这个在那个南海 菲律宾也没闹腾出来 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后边折腾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检光军在旁边看着 然后武警上去就把他制服了 所以说呢 这个马英九 他已经看清了现实 现实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 起码在我们这个周边 在亚太地区 你美国根本没有过剩的胜算 台独如果说还执迷不悟的话呢 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说马英九 在曼谷这个论坛上的这个几大呼吁 是非常的抓兴的 好 谢谢大家